时间真的能被人类控制吗 2003年俄罗斯科学家瓦蒂姆切尔诺布罗夫做了一个实验 竟然成功将实验区域的时间减少了1.5秒 甚至还有一个未来人找到他 想要告诉他一个秘密 这个实验是怎么进行的 未来人又是真是假 新来的朋友点个关注了解更多精彩故事 上个世纪40年代 苏联科学界特别热衷于研究一个东西 那就是时间 为此不少科学家聚集在一起 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平行世界研究协会 为的就是能够在日常工作之余 交流一下研究心得 在这样的氛围下 不少年轻的研究员 也对时间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瓦蒂姆·车诺布罗夫就是其中之一 在1987年的时候 刚刚从大学毕业的瓦蒂姆 一头扎进了时间机器的研发当中 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他别出心裁的使用地磁泵 来进行对时间的操控 原理是这个所谓的地磁泵 可以对磁场施加特殊的力 从而干涉时间的流逝 而他的研究也吸引了大量 拥有同样兴趣的研究员的加入 很快他们便组成了一个团队 共同进行这项划时代的研究 时光飞逝 在2001年的时候 他们终于获得了成功 甚至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 在那一年的8月 瓦蒂姆带着自己的研究团队 前往了俄罗斯 福尔加格勒地区的一个森林里 准备进行他们的时间操控实验 当时愿意资助他们的人很少 除了几个对此有兴趣的资本 大多数人都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 准备看他们出丑 这也导致他们并没有充足的资金 完善他们的地磁泵 但实验必须继续下去 他们只好去寻找一些 废弃汽车不用的电瓶来作为电源 然后用上以前实验遗留下来的器械 然后带着他们去到了实验场地 幸运的是汽车电瓶似乎是一个不错的电源选项 这给他们的实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最开始他们尝试用地磁泵控制5分钟的时间 然后是10分钟15分钟 随着实验的进行 以及对相关设备的调试 操控时间的效果越来越好 据他们的报告显示 他们操控时间的幅度居然达到了3% 而最高的一次 是他们试图操控一个小时时间的那一次 足足将实验室里的一个小时缩短了1.5秒 后来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论文 时间机器并在里面描述到 我们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能同时感受到那边和这边的存在 我们难以用言语描述那种奇妙的感觉 瓦蒂姆团队的成功给科学界带来了不小的震撼 原来时间真的是可以操控的 而团队的领导人瓦蒂姆 之所以追求这些虚幻的东西 则是源自他大学期间的一次神奇经历 你相信人类能够自由穿梭时空回到过去吗 1985年俄罗斯科学家瓦蒂姆就遇到了一个自称是未来的老人 他不但未卜先知 严重了俄罗斯大饥荒 甚至做出预言说 21世纪将有一场世纪大洪水 将摧毁整个世界 这个未来人到底什么来头 瓦蒂姆是一个苏联人 他从小聪明好学 并在上个世纪80年代 以优异的成绩从国家航空大学毕业 如果没有发生变故 他似乎应该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但事实难料 在1985年的时候 他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 那时一个名叫叶弗根尼的老人找到了他 自称来自23世纪 是一个未来人 留在这个时代已经有数十年了 之所以选择瓦蒂姆 是因为其对时空穿梭的很感兴趣 而且有一种深深的执念 瓦蒂姆听后十分震惊 他的确对此感兴趣 但这是他内心的秘密 没告诉过任何人 这个老头是如何知道的呢 抱着几分猜疑和几分期待 他开始听叶弗根尼讲述 关于未来的故事 据叶弗根尼所说 他是23世纪的一个普通公民 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前 才刚刚13岁 那时叶弗根尼正在和一个 比自己大两岁的姑娘谈恋爱 而年轻人的喜欢总是不计后果 他们两人商量着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时空旅行 据说这种旅行在未来十分常见 但没想到 他们这一次却遭遇了小概率的机器故障 导致两人被搁置在了1930年 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对于一直生活在和平的23世纪的两人来说 是一个挑战 他们在这个时代根本没有自保能力 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政府会前来营救 但等了很久 两人也没有等到任何来自未来的救助 于是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修复机器上 最终在他们的努力下 机器终于得以运行 只不过能量只够一个人返回未来 而叶弗根尼把机会让给了自己的女友 希望他回去寻找救援队 女友走后他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间 有时候连饭都没得吃 好在之后被其一对好心夫妇收养 成为了他们的继子 甚至有了上学的机会 然而叶弗根尼在未来也学习过这一时期的历史 但和真正融入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为了了解当前所处的时空 他经常泡在图书馆中学习现在的知识 但因为未来人的身份 叶弗根尼经常说出一些令人吃惊的话语 比如不久之后世界大战会再次爆发 德国会撕毁协定 向苏联发起进攻等等 但叶弗根尼没想到的是 他竟因这番话遭遇飞来横祸 看到这里的朋友不妨点个关注 看叶弗根尼后来的遭遇到底如何 21世纪或将发生影响世界的大洪水 一个自称是俄罗斯的未来人 不但预言了二战的爆发和德国的攻势 甚至在1960年预言说 21世纪即将发生淹没世界的大洪水 这个老人真的是未来人吗 世纪大洪水是真是假 1940年 自称未来人的叶弗根尼曾告诉人们 德国很快就会撕毁和平协议 进攻苏联 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这番话本意是想提醒大家 规避危险 没想到却被苏联官方听到 还将其列为德国人的奸细 让他受到了牢狱之灾 此时叶弗根尼才发现 他所掌握的未来信息 不但不能帮助他 还可能会带来巨大的麻烦 此时他暗暗决定 以后再也不高调透露未来信息 免得惹祸上身 之后为了缓解前线压力 很多罪犯都被派往前线作战 叶弗根尼也是其中之一 虽然叶弗根尼知道很多战役的情况 但他为了保护自己 不再受到奇怪的迫害 并没有用自己提前知道的情报 去力挽狂澜 叶弗根尼只是每一次 悄悄躲过敌人的正面进攻路前 保证自己的生存 所以在整个二战期间 叶弗根尼几乎是毫发无伤 也被战友们称为最幸运的人 二战结束后 叶弗根尼也已经28岁 他在养父母的介绍下 和当地一名女子结婚 并生下了可爱的女儿 斯维特兰娜 有人曾采访过斯维特兰娜 问他的父亲究竟是不是未来人 他表示 自己的父亲从没承认他是未来人 不过在生活中 他的确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1946年7月 苏联大饥荒饿死了150多万人 而他们家却因为父亲早有准备 很轻松地度过这次危机 后来叶弗根尼还和女儿讲过 人类探索月亮的故事 要知道当时苏联和美国 虽然已经展开竞赛 但登上月球 看起来还遥不可及 而他和女儿讲完没多久 阿姆斯特朗成功登月的消息 就传遍了世界 这让斯维特兰娜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 另外还有一件事 让斯维特兰娜非常的不解 那就是在1960年的时候 父亲突然做出决定 举家搬迁到日尔诺夫斯克 这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 生活非常不便 和莫斯科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最开始大家都不同意 但他们根本无法阻挡 叶弗根尼的意志 最终一家人只能来到这里 其实叶弗根尼搬家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要躲避一场毁灭世界的大灾难 根据叶弗根尼对未来的了解 他说21世纪地球上将会出现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洪水 全球的很多地方都会被淹没 只有提前得知消息 到高海拔地区生活的人 才能在这场灾难中生存 正是因此 叶弗根尼才会不顾家人的阻拦 举家搬迁到偏僻的日尔诺夫斯克 因为这里正好能高出海面 是灾难发生后最适合生存的地区之一 据他所说 人们将在这里规划一座超级城市 这座城市会成为人类探索外太空的基地 并与外星基地展开密切的联系 此外叶弗根尼还搜集了很多的旧报纸 并将很多重要信息都整理起来 因为他害怕大洪水之后 这些内容都会遗失 所以他要提前的保存起来 最后叶弗根尼告诉俄罗斯科学家瓦蒂姆 他之所以来找他 是因为他想要回到23世纪 只有瓦蒂姆可以帮他发动时空信号 让未来政府找到他的坐标 这种信任让瓦蒂姆十分感动 后来他将叶弗根尼的经历 写成了一本书 让所有人都了解这位未来人 不过也有人认为 这个叶弗根尼可能只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一切都是他的幻想而已 所谓的不向外界透露信息 只不过是狡辩之词 除了他的女儿 谁能证明他真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呢 那您相信未来人的存在吗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是什么